有關這件事情,美國的資深官員已經否認了他們跟賴副總統團隊有任何的關切 實際上在過去這幾年之間,我們跟美方之間的合作或者是溝通是相當的密切 也建立了非常堅實的這種關係,也強化了彼此的互信 我想在這種狀況之下,我們會持續跟美方來繼續溝通合作 要確保我們雙方的關係是非常健全,非常蓬勃發展的 我們也會持續跟美國以及其他的這些理念相近國家持續的合作交流 讓我們台灣能夠持續走向國際,也讓我們台灣能夠在國際社會有更多的貢獻 賴副總統在8月15號要參加巴拉圭總統的就職典禮這件事情 已經有我們的外交部的次長余大蕾,已經對外面做過很多的說明 相信大家也看到昨天AIT的處長對外面做過說明 華府也有很多的這些說明,我這邊沒有信的說法